超過百位的觀眾聚集慧玄 因為台上演講的內容 和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從今年1月1號開始 要按照新制申報所得稅 有感於節稅資訊的匱乏 永和區議員連斐凡和理事長李立玉 共同舉辦地政講座 提供專業知識 我們不動產系 台北大學就開始要想要來 做一個服務全民的機會 給各位多了解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系列的 全省的一個送到鄉裡的一個服務 所有稅負或者有關土地方面 各種的問題 包括巨城其他所有的 都來提出來幫助老百姓 那我們第一站就來到我們永和 永和是我們聯委委盤議員 他也是我們不動產系的副理事長 就要他來開我們的低炮 來服務他的里民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義的 主辦單位和邀請來的講師 都是地政界的佼佼者 如何應對新稅制 講義簡報清楚明白 讓民眾一目了然 對於同私理財 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在今年105年1月1號實施 房地合一這個政策以後 那因為很多人對於這個稅法 並不是很熟悉 那也不知道說在這個稅法實施之後 我們結稅的方向應該是要怎樣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我們的一個 系友王敬祥副教授 因為他是算我們地政界裡面的 佼佼者我們請他來演講 讓民眾對於房地合一的政策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公益活動服務到村裡 中和地政事務所也跟著活動 趴趴走 配合現場進行業務宣導 提供法律諮詢 推廣最新服務 我們中和地政事務所的280的 服務團隊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各項活動的部分 都會做來做下鄉的業務宣導 那除了原來的土地界標的宣導 然後地政登記 規範計程的部分 還有我們實價登錄的宣導之外 那這次有多了陽台補燈便利包的宣導 那就是說民眾在奔離陽台補燈的時候 其實依我們所辦理的相關的流程 提供的流程 就可以自己來親自辦理 全員動起來 講座和政策宣導 強化民眾的認知 不要讓自己的權益睡著了 中央新聞楊昭毅小楓有可報導